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呢 OMG 超级超级久 我都没有上载到淘宝的衣服开箱试穿 所以终于过了那么久 今天终于就要做一个衣服的试穿 我没有做了很久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没有衣服买 或者我没有在买衣服 我一直一直都有在买衣服 只是我一直很懒多去试穿衣服 所以我现在家里有两三大袋 在买衣服全部没有试穿过 还没有做饰品的 所以我真的是就尽量的找时间 在我有时间 没有这样懒多的时候 来试穿这些衣服给你们看 其实我现在是要超大赶出门了的 可是因为既然我都已经上装了 你知道吗 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我就心想我可以先试穿这一套先给你看 我们就进入我们很久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在期待着的淘宝衣服试穿吧 anyway要先先跟你们讲 因为有些东西是可能真的好一下子之前就已经买过了 所以好像现在我在介绍的这个视频 actually是for I think我久久的时候买的 就在那个好一下子之前了 只是我一直没有试容坏 真的一直坐在这边 然后越来越顶底了 那个衣服 所以I'm like 我真的是需要做一个视频 把那个衣服 clear掉 有些衣服呢 可能已经下架了 我其实不想要跟你们讲 这些衣服已经是很久以前了的 我要act like you know 我刚买的 然后做一个新的视频这样子 只是 因为很多东西好像都已经下架了 所以 我怕等下到时候你们买不到 然后等下你们会来 来评论区那边讲我 所以我最好还是自己先跟你们讲比较好 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下架的 OK 可是你们要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截图 然后去淘宝那边去找一下 有没有别加油在卖这一款的衣服 OK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我本来在心想可以给你们顺便看裤子 可是OK 这个angle不太看得到我的裤子 不用紧 等一下我再另外拍进去给你们看 第一个我们先讲的是这一个外套 叫外套吧 You know I thought that you know 因为小姐姐穿的很宽松 看起来很休闲这样子 所以会挺好看 可能普通的日子有时候可能想要穿一个 吊带上衣 我可以配这个在外面 可是 这是什么 不知道诶 我感觉我穿了 让我的整个戒板看起来更大 所以会让我整个看起来很大直 它那个颜色来说是挺不错 挺特别的 它就是很多个不一样的布料 然后参在一起缝起来的一个款式 可是它的那个版型来说我不觉得大麻的身上很 那个要怎样讲 我只知道那个英文字讲的就是 不是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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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给大麻的女孩子穿了 感觉会看起来更胖 就没有很好看 可能如果你是比较瘦小一点 或者你的肩膀没有那么的宽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我的肩膀不是那种来有很好看的一个形状的 我的肩膀是那种比较落下来的 整个看起来就好像很很死沉 我觉得就没有一个shape在那边 not that我喜欢shoulder padding 因为我即使本身没有很喜欢shoulder padding 我觉得给大麻的女孩子 你有穿有shoulder padding的东西 有时候会让你看起来更大直 这个的话真的是太过的没有 没有东西在那边了 你知道吗 Wish 整个就看起来很塌 真的是很丑 然后侧面来说你看 这样子咯 它的那个布料是还算ok的 不会说会穿的不舒服 其实还蛮 蛮软蛮不错的 只是它整个穿在身上的那个look 就没有很好看 ok I'm not loving this 下一个其实是我蛮喜欢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条裤子 我没有很expect that我可以穿的下 但Indian 我穿的下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黑色的一个裤子来的 而且是稍微有点高摇 我觉得收腹效果来说的话 还算是ok 不错 可是如果单人有穿缩身裤 会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ok 因为我本身是觉得 诶 每一次我一干穿上去而已 就很好看叻 很瘦小腹叻 还是有一点点小显瘦这样子 有没有 可是你穿throughout the day don't know why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 ok for衣服来说 每一次都是穿throughout the day 之后它就会有一点点好像 看起来越来越胖 是因为我throughout the day 一直在吃东西 所以我肚子变大 我不知道 刚开始穿永远都是最好看的 然后throughout the day的时候 你看了你就来 ok 就好像变成一个普通的裤子这样子 but the thing is 它是有一点点弹力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再拉大一点 是很好 它有三个扭扣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高要的 所以需要比较多扭扣还是是一个设计 我不知道 它的裤子虽然不会说超级长 可是也没有说很短 我觉得还算 ok 可是给有些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有点短 如果一直在走路的话 Obviously我们的大腿比较大 它会一直抹擦 那个裤子就会一直跑上来 所以我一边走路 我一直要拉我的裤子下来 这一点就真的 没有很好看 I mean It is quite normal ok for短裤来说吧 这个真的是蛮 right上去的 whatever I'm just letting you know that 它这个是会跑上去你的大腿里面的 所以你走路走 你要一直拉 所以不好的一点就只有这样啦 but 除此之外我觉得 整体的这个版型 我超级喜欢这条裤子 你知道如果你认识我的话 我其实全部的短裤 that我有的 right 全部都是牛仔裤 but 没有一件是黑色的 especially for短裤 因为我本色会比较喜欢蓝色的牛仔 compare to 黑色 but surprisingly 这个黑色的我 还是蛮喜欢的 so 如果它还没有下架的话 真的是很可以买 我很喜欢它的版型 and everything 很舒服 而且还可以再拉大多一点 so very good ok 剩下的我 下次跟你们介绍 bye bye 我回来了 可是可能不会回来很久 我现在在穿着的这一件 我这一次有买好几件 比较宽松一件的T恤 it's like a he or miss 我不知道我到底自己不喜欢 这几件 就好似乎是其中一件我蛮喜欢的 可是 不知道它在哪里了 等一下我找到我再给你们看 这一件 it's like it's really a here or there kind of thing very first thing 我跟你们讲就是 它有跟着这个 链子 一起来 That seems quite cool I guess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key chain 这样子的 so你可以开起来 把它拿出来 this thing is totally linked inside here so actually 你不怎么可以把它拿出来 I mean 它这边有这个key chain的东西 so你可以开它的key chain之后 然后你可以 把整条链子拉出来 but how are you going to put it back in it's just like when你在穿一个hoodie的那个绳子的时候 你一不小心把它拔出来之后 你就很难就跟它 再放回进去那个hoodie so it's like the same sense as this 它就这样一小个洞可以穿进去 so你把它拿出来之后 你很难就把它穿回进去 so你不可能每一次你要洗衣服的时候 你都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你再穿进去吧 洗杯麻烦 but then 你不穿回进去的话 它就有这两个洞在这边 which is like Damn weird like 在那边做什么 kind of a thing 不算不识勒 这个的design at the side of the like it kind of a cool 这样子 but when you receive it is just like who designed this 你刚穿上身的时候 one thing that you will notice is that 很舒服 真的是很舒服 你穿的感觉好像是要穿去睡觉 这样子 那种布料这样子 你穿起来超爽的 而且它很大件 another thing is do you see this do you see this 它的袖子 即便超级长 this is supposed to be a t-shirt 这个不是一个sweater okay why is it so damn long it's way too big and too long okay 它的袖子 这个是它的袖子耶 它的袖子不是stop在这边 不是stop在elvoo那边 它的袖子是stop在sasuku的手这边 3 quarter 差不多可以变成一个长袖的衣服了 okay it's not it okay i love that它有一点like raggard raggard的这种设计 you can see that 就有一点东西 and there 就不是一个很normal的一个t-shirt 连它的t-shirt的下面也是 而且它的布料感觉是蛮好的 有一点like 比较厚一点的感觉 你要看侧面的话 it's just like okay normal 没有说显瘦或者说显肥 but it's just the design especially this thing 我不知道 imagine你有一直走出去 那你一直听到这个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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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你怕人家不知道你在这边这样子 and the design is just like 写一大堆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字在这边 我身体的中间这边人就没有了 我不懂他怎样形容这个衣服 am i being too harsh describing this shirt 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吗 可能就不是我的style 可能 你会比较 let's say emo goth goth的人会不会穿这种衣服 but like more towards those 比较酷一点的 可能streetstyle or whatever 你才会穿这个 but it's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i normally会想要 reach out for的 你知道吗 maybe if the sleeve is like a lot shorter maybe我还会考虑一下 like you know what maybe i can still consider like 把那个筷拿出来 and then just try to work with it maybe我可以穿去做工 or whatever just something more casual and comfortable 他袖子很长叻 我觉得 很不善不适 给我来说真的是太长了 for me to look like normal and 我觉得这种不善不适的 这个袖子 而且他又oversize 他又让我看起来也是更加的大致 就是 maybe if it's just like 一个normal sleeve的一个link 我还可以当作它是一个 normal的oversize t-shirt to穿吧 这个整个就让我看起来好像一个 like a bear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y 那个come to my mind but i just feel like not for me 可能你的手很长的话 这个 这个袖子就不会land到这么 这么长 so it should be better for you but for me wise 可能我的手比较短 so it's quite long for me 这一件 kind of 蛮cute的 我有穿过出去我觉得 actually 看起来 还行 还行 but of course 不是那种 like你穿去套的那种衣服 就是休闲 casual 你要穿去可能 上场吃饭的一个衣服 他这个的颜色他不是黑色 可能如果你的衣橙里面已经有很多黑白 你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颜色 这个的话他是深灰色 so他不是全黑 and他有很多图案 so at least他有一点不一样的颜色在里面 it just says like black air global spread then like一大堆小孩子的图案在上面 不知道什么意思 I don't want to know the 意思 or so 你看我伸直我的手的话 这个的袖子停在哪里 然后刚才那个袖子停在哪里 刚才那个袖子停在哪里 刚才那个袖子停在差不多 like 这边 ok so it's like a lot more longer 这个袖子 is a bit more like 比较普通oversize的袖子会停在的 length 就是 it's like right around my elbow here but还不至于说会很高位这样子 那个也不说高位 那个不是不舒服 那个衣服超舒服的 只是整个看起来怪怪的咯 你知道吗 这几个的我介绍你的 也是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宽松的T-shirt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讲的 不一样的design 差不多一样的版型 然后cutting也是差不多一样 so that's all 这个也是不会说过于显瘦还ok 长度来说的话是 如果你穿比较短一点的裤子 它会刚好盖过你的裤子 我有穿过去做工 I feel like it looks quite good 我看回我拍的那个OOTD的照片 It actually made me feel like 我还想要再穿多一次去做工 so I may be wearing this to work tomorrow 有再一次重穿的话 You know that I really love that piece and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like it's not bad 它后面也是有一个design but I mean if it's plain it'll be better I don't feel like you know后面有design actually does much for me especially if like 你前面有design了 你后面也有design的话 感觉有一点点多 只要是我看不到的 so whatever ok你这样穿的话 你就feel的到它的微微的差别了 就是刚才的那一件呢 它的那个布料会稍微厚一点点 so obviously厚一点点的布料 会感觉质地好一点点啦 you know 没有说这个的质地感觉不好 只是它这个的质地会比较薄一点点 so感觉就比较普通的一个T-shirt 你哪里都可以买到 but刚才那个 它稍微厚一点点感觉穿起来 会比较有一点点比较多形状 like structure you know 在那边 but没有说很大的一个差别啦 so 没有很去在意这种东西的话 that actually doesn't really matter 这一个 when我感受到 um 这些东西哦 我不懂哦 我在买的时候 我到底在想什么啦 ok but I 我感觉到 I really I literally I literally I was like why did I buy it eh It looks so out of my normal what I would normally wear out of my comfort zone kind of a thing 因为你看这个 it just screams very loud 就整个T-shirt it's just like what is this loud thing going on it's like a bit too much for me to wear out like 我觉得我穿出去 我就会 stare at我 like what am I actually wearing and they will be trying to the words on 那个T-shirt which is not exactly something that I would like for it to happen and它后面也是有字 and它下面也是有字 which它的字 is just repeated you can't zero idea what it means 这边的字 is like a bit too much going on so我不懂它在讲什么东西 i a bit too lazy to go and decipher how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you know but我觉得它的字 它做到很宽 like 如果它是like maybe more within like 从我的胸这边 maybe可能会好一点点 but I mean 我这个我也是有穿过出门 which it also feels quite ok la you know just随便落一件衣服进去 这样子 还算ok的 but obviously it's not my first choice if我有别的衣服 可以穿 it's like sometimes你九九洗一次衣服 then你好像没有衣服穿了 then刚好这件衣服就 躺在那边 so you'll be like you know what actually it looks ok I'll just go out with this one if you洗了衣服 then有很多衣服在那边 你不会like maybe I should go with this one you will obviously go with the ones that 比较长窗 然后你已经洗过了 s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这个就不会是我第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 比较acid wash的一个color not bad unlike the base color 我蛮喜欢它的颜色的搭配 which is like you know neon green and with like acid wash grey especially the neon green like it really gives it a very a pop of color 所以就看起来不会那么的淡掉 它的绿色不是那种很 很死沉的那种绿色 at least它是有一点比较亮一点 所以感觉会 give you a little bit more color bit more live 这样子 I don't like the placement of the world 为什么你要这样上 然后这样宽呢 然后你让我整个看起来 like the whole front is very why so people will notice here so you will see this whole thing I feel like somehow in the camera it makes me feel like 我的胸看起来更大 because of the 这个它整个 like 这样expand出来 so maybe if like it is kept a little bit mirror it will be nicer 我是这样觉得 潜瘦的效果的话 就跟前面那两三个差不多一样 就没有很大的差别 没有说潜瘦 没有说显肥 就穿起来感觉还行 这样子 长短来说也是跟刚才那个一样 你要问我啦 amount这几个 我会推荐你买哪一个 然后我会觉得 刚才我试穿的那一件是我全部里面 比较喜欢的一件啦 ok 下次见我要 我要卸妆睡觉了 bye bye 然后呢 我还有多两个衣服 which 我不懂我要怎样跟你讲 第一个叻 我真的是毫无头绪 这个到底是什么鬼来的 我去翻找我买过的那些衣服 我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件 that looks like this 所以不懂它是发错给我 还是应该是跟其中一件一起搭配还是怎样 我完全不知道 你们自己看了 你们跟我讲这个像什么 上面是一个tube top这样子 然后它是有弹力的 这个我不懂它到底是要穿去哪里 它是应该在我胸这边还是怎样 在我胸也好像有点小吧 然后它下面就是整个这样开起来的 所以它是 supposed to be一条裙子 可是看起来好奇怪 我真的是没有订过这个东西 我不懂这个是什么来的 我也不懂要怎样试穿给你们看 因为虽然它是有弹力 可是感觉我穿上去会很窄 然后整个就好像一条还没有组过的白色的蜡肠 所以我就不懂试穿了 可是我就觉得这件真的看起来好奇怪哦 它的布料也不是说很差 布料挺好的 然后它的也是蛮厚一下的 所以感觉挺不错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还有下一件也是很可惜 因为我最近一直都有尝试寻找那种 可以在办公室可以穿的那种裤子嘛 也是比较容易搭配很多不一样的风格 你可能如果你要去做工的话 你去office 你可能只需要穿一个普通的上衣 然后你就是配这种裤子超简单 而且我一开这个裤子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哇 OK 看起来 你看到吗 虽然我穿黑色 我帮你看不看得到 你看到吗 你看到它有多大嘛 就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买裤子 然后我看起来好像很大件咧 可是结果穿上去 其实刚刚好 所以我就OK I give it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可能它没有那么的大件 我一直穿上去 我感觉我可以再放多半个我进去 真的有那么大 而且重点是它后面还有弹性带的 所以它可以再拉更大一点 所以这件给我来说完全太大了 就算我想要穿 我真的是穿不下 而且我觉得穿这种裤子 OK 你不要讲啦 它根本就没有的给你放皮带 OK 可是就算真的有的放的话 这种裤子放皮带也是不好看的 我不懂为什么它需要这样多扭扣 可是它有四个扭扣在这边 And this actually feels so good Like它的 material 也是跟刚才这件衣服一样的 属于是比较厚一点的 它真的是quality很不错一下 它这个是什么size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大条啊 5XL 可能有时 因为我觉得我这件胖了嘛 所以可能我买大号一点 结果它变得太大了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真的是太大个了OK 但是它的quality真的很好 布料很厚实真的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的弹力很大 所以就算你吃饱 我觉得你也不会累 因为它后面这边有弹性带 我觉得我会推荐你 可能可以size到一两号这样子最少 因为这个太大真的是完全不好看 它会整个掉下来 精的话 at least你紧一点点 它后面有弹性带 还有一点点位置 还不是说很假辣这样子 它的长度来说是刚好在我的来交班底那边 你有穿鞋子应该是OK的 没有很大的一个like issue在那边 真的是很喜欢这件吧 它给我来说太太太大了 你们有任何人想帮我脱手的 请联系我OK 它的那个口袋也是蛮深一下的 在那里哈 它的口袋你们可以看到 真的是很可以 而且看起来蛮显瘦的哦 我没有看到小腹 or anything 反而我也不可以给你很正确的一个review 因为这个给我来说太大了 所以of course看不到肚子 and everything 我觉得for它的布料 因为它比较厚一点 它不会那么来抓紧你的身体 and everything 它自己可以来 我要这样跟你讲 它不会hug你的壳 它是自己会可以立直起来的 所以它也不会说会凸显出来你的肚子 and everything OK所以这个视频就是蛮少的东西 挺简单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今天也看得开心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哦 这个视频就比较潦草 希望以后的视频会比较好一点啦 OK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